欢迎回到北斑大探索 高雄有一家土耳其餐厅 老板穆汉人 本身来自土耳其 他说当初只是想到台湾念书 后来娶了台湾女孩 没有想到一待就是将近30年 为了做出正宗的土耳其料理 他特别从当地请来两位大厨 还空运了一座烤饼的摇炉 招牌菜包括了这道被提烤羊肉 饼皮烤到了厚实软Q 肉馅辛香软嫩 还有这道摇烤鸡肉锅 在鸡肉上撒满了香料粉 芳香的气味 随着热气散开来 相当诱人食欲 在摊火上烤到滋滋作响的 土耳其烤肉串 不断滴入肉汁 喷香的滋味让人吹咸 还有搭配优格酱品成的 便提烤羊肉吃法好特别 这些道地的异国料理 在高雄这间土耳其餐馆 通通吃得到 又道地而且非常美味 而且它的CP值也很高 因为它全部都是用自然的食材 整个装潢都很有那种土耳其的味道 那他们的厨师又是真的从土耳其聘过来的 然后香料也是土耳其进口来的 真的很不错 很棒 为了做出道地的滋味 土耳其老板穆罕仁 特别从当地聘请大厨来台 我们厨师土耳其有三四年的厨师背景 跟经验 所以我们请两个不同的厨师 它的一个是烤肉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烤饼的部分 招牌的背体烤羊肉 就是土耳其的日常料理 这件主厨利落地用特殊形状的大刀 来回画切 不一会儿蔬菜立刻切成细末 羊肉馅还得撒上土耳其辣椒粉和甜椒粉 增添香味 肉馅捏成肉串烧烤 随着炭火的热度肉汁不断溢出 炭烤出逼人的肉香和焦量的色泽 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我们是讲究非常原汁原味 所以在土耳其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用电 用插电的部分去做的那个烤肉的 另一边烤饼师傅俐落地将面团擀成薄饼送入窑烤炉 面饼受热就像吹气球一般烹起又消气 烤好的饼皮包裹肉串再浇淋上肉汁 还要搭配自制的优格酱 入口饼皮Q弹肉馅软嫩多汁 有羊肉的鲜蔬菜的甜还有香料的芬芳 沾果略带咸味的优格酱 酸香清爽口感好特别 其实我之前非常的怕吃羊肉 那自从来他们这家餐以后就爱上羊肉了 应该是有加上他们土耳其的香料的香 所以它也比较腥味 是香味 还有一道窑烤鸡肉棕也很特别 住处在鸡肉上撒了12种香料粉窑烤 芬芳的香气随着热气散开 让人食欲大增 台湾没有土耳其的香料 所以很多可能有一些人因为不好带 台湾也找不到 就可能会代替一些东西 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没有想要 台湾没有的话 从初而起我叫我们那边的公司 马上去买鸡过来 所以因为说道地 所以应该是要真正地做道地的东西 沐汉人的坚持 让他的料理深受客人好评 鸡肉常来香味浓郁 软嫩鲜美 香料的芬芳在口中回荡 酱汁带着新鲜番茄的酸甜果香 整体味道奔放丰富 就觉得吃起来很好吃 然后你就会一次再吃这样子 只不说吃得踩一踩就丢在旁边 不会 都很好吃 穿过象征奥图曼帝国的土藤拱门 天花板切成清亮的土耳其兰 吊灯 摆饰以及墙上印着土国国花 郁金香的瓷砖 全都来自沐汉人的用心 让客人一进门 仿佛就置身另一个国度 长年待在台湾的沐汉人 和长期旅居国外的苏义华 在一次苏义华返台的期间相遇 命运的缘分让两人从此 爱相随 土耳其人有了六日 就开始找哪里可以烤肉 家庭一起去活动 所以有时候吃烤肉的时候 就会想念自己家乡那个地方 因为家庭一起活动 那个环境跟一个人 还是几个人去吃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落地生根 武汉人偶尔的思乡时刻 店里的招牌烤肉串就是他疏解香愁的调剂 烤肉餐中吃得到鸡羊两种 其中羊肉又分别以肉块和绞肉串呈现出不同的口感 鸡肉喷香软嫩鲜美无比 羊肉弹牙一口咬下肉质四溢 这里的羊肉烤起来完全没有羊腥味 羊烧味 而且咬下去 肉非常鲜美而且多汁 非常甜味 所以我非常喜欢吃这里的羊肉串 土耳其大饼也是必吃料理 烤饼师傅将面团赶得像一艘扁扁的船 里头摆满了蔬菜丁 起司和羊碎肉 口感Q食 馅料饱满 改带着起司的浓郁香气 一直就让人停不了口 也有鸡肉 也有起司 里面还有羊肉 里面的材料非常的实在 因为别家的料没有那种可以吃起来 我们台湾人就说坎西 可是他们就是会坎西 而且会浓浓的 味道特别的浓 特别的好吃 这个一个是我们的羊肉串商 一个是我们的招牌烤肉 很多次 太多次了 非常喜欢这里 我喜欢这里的食物 喜欢这里的气氛 喜欢这里的摆设 喜欢这里的服务 美食 两个国家 还是人民之间 最迟到的时候 最有一个深刻的感觉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从这边来开始 台湾土耳其之间文化的一个交流的念头 里面的转潢 然后打的颜色 跟礼品的 这边都可以去了解 真正的土耳其文化 沐汉人以料理作为桥梁 用道地的家乡味 向台湾人介绍土耳其文化 也征服客人的味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